NBA季前赛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北京时间2018年10月1号胡软迎战绝金,可以说这场比赛引起了许多球迷的关注, 而大家之所以关注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场比赛詹姆斯、龙多、士蒂芬森、麦基、比斯利等球员将迎来他们胡人生涯的首秀,尤其是由于詹姆斯的到来现场更是作无学习,当然了这场比赛的主角无疑是詹姆斯,但是除了詹姆斯之外,大家最为关心的一名球员,或许就是龙多了, 这场比赛龙多首发出场,相信看过这场比赛的球迷就能够看得出来龙多在比赛上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在出场之后的胡人的前两次得分都是来自于龙多的助攻, 而且只要龙多在场上求全,基本上都在龙多首上来组织,即便詹姆斯和龙多同时在场上的时候龙多依旧也是掌控着场上的节奏和场上的进攻发起点, 最能够体现龙多作用的一球,就是在比赛进入的第一节,还是五分零四秒的时候,胡人在房,手段出现了一次失误, 而在这个时候龙多赶紧把场上的五名球员,全部叫到了自己身边, 从上途中我们可以看到龙多在不断的给队友进行沟通,就连詹姆斯也听得非常入泥根本插不上嘴,也没有要打断龙多的意思, 显然从这一球,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龙多在场上的作用有多么强大, 而且从这一球,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龙多的作用,也是得到詹姆斯认可的, 不仅是第一,前还有在第二节进入到六分钟左右的时候龙多又一次进行了战术安排, 而有的球迷在看到龙多在安排战术之后都在调侃地表示道, 龙多这时刚来就造反押,湖人首秀就做成了球场上的专属教练, 当然了这只是球迷的一种玩笑话, 但是从这个玩笑话里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球迷对龙多非常认可, 在新的赛季,龙多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同时在湖人有龙多和詹姆斯两部发动机之后, 他们的进攻也会非常的流畅, 相信这样的一支湖人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 而张姆斯与龙多的这套高智商组合, 无疑也是新赛季湖人最大的看点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